拉着大包小包 民众拖着皮肋身躯下车 他们是武汉包机返台 完成14天隔离 正准备回到温暖的家 不过由于最近确诊个案特殊症状 包括丧失 味觉 腹泻等等 确诊个案不熟 只担心疫情出现漏洞 指挥中心不敢大意 对于这样的一个症状 能够扩大的一个认定 提高相关的警觉 那是应该的 然后第一个对于这种 停止之后 我们的自主健康管理 我想我们会要求的更完整 解除这样的一个居家检疫的时候 必然要对这些人 应该要有一个 是一个在review 再了解一下这段时间 是不是有一些症状被忽略掉了 强调应该提高警觉 也认为该重新审视居家隔离 和居家检疫的民众 可能民众对秀未觉丧失的警示不足 而被忽略 因此应该重新审视 如果发现民众有新的症状 才会再次进行裁检 指挥中心表示 从4月5号开始 居检隔离者 必须再多做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 而且外租都必须要戴上口罩 另外适逢清明廉价 各大禁区 人潮挤爆 不过陈时中也表示不需要过度担心 因为台湾的社区传播只是零星个案 社区的传染也非常的零星 主要都是国外进来 大部分都应该都在我们的居家建议之中 跟整个社会的代价来相比 让我们这样子没有做出大规模的一个 禁足的这样的一个行动 日本樱花季廉价之后确诊暴增 因见不远 陈时中则表示不排除任何的可能性 但研判目前台湾的情况还不到禁足的地步 民众只要做好自主健康管理 就不需要过度紧张 解正宗外山台北报道